哈喽 大家好 我是松鸡 现在我在东马 这里是斗湖 它马来西亚是一个多民族国家 各种各样的民族在这边繁衍生息 还有外劳 还有其他国籍的人过来 还有外劳 非法移民 或者一些八窑族没有国籍身份的人 在这里都有 但是总的来说 这边的生活还是相当棒的 不然也不会吸引这么多人过来这一边 对面那里有一半是马来西亚的海岛 另外一半是印尼的海岛 像那些外劳在这边是怎么样生活的呢 这里也算是他们的休息点之一了 下去看一下 到了咸淡水交接处退潮的时候 像这些地方就有很多海鲜 各种各样的海鲜可以抓 特别是那些大琴蟹 在那些红树林或者咸淡水的交接处 就会有抓来市场上面卖 虽然说价格便宜啊 但是抓个三四次 基本上就够他们一整天的工费了 跟我们内地那种生态比起来啊 这里会好很多 虽然说也是垃圾遍地了 这没办法 因为外来人口实在是太多 没有办法说每个人的数字都是很好那种 但总的来讲生态方面呢会比较优异 就走在岸边很多这种跳跳鱼的 但是都没有人愿意去抓 没有多少肉在里面 如果在内地全部一网打尽 无论是大人小孩都要下来这边抓东西赶海 这些是肯定要抓掉的 哇你看全部都是跳跳鱼 没有人要的 在内地这么大的要一百来块钱一斤 太多了 大哥像是这边的话 他人口的过程部分 还有他们的收入是怎么样的 收入 对 就是要打工一组 是打工一组啊 就是从最底层的 比如说非法移民啊 或者不过机制 他们大多数在卡贝町招工啊 卡贝町 那一个月能拿到薪水 六百大块百不一定 百不一定 一百到八百已经很低了 对 最近很高了 在这里已经算很高了 很高了 哇 那在上一层的呢 上一层的 就在厨房里面做 会厨房 会租啊 可能会到千 一千左右啊 就是约等于人民币的一千五百 就是乘以1.5的 这些都是非法移民做的 总统是本地人 他最低限制一千万 最低限制一千万 一千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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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很多年轻人 华人是没有做的 都没有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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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往外跑 澳大利亚 就是往外跑就对了啦 就是年轻人很少在这边的 是 比较有机会嘛 我在街上确实很少遇到说 华人的年轻人还在本地 但是会比较少 不是 没有 比较少 我们现在都是做铺时间 也是看不到 是 要到下午茶时间 他们才会陆陆续续的冒风 不 任何一次下午茶就上了 清晨茶 那像是华人的水平呢 华人大概能拿到 我讲现在就是华人的水平了 不然就自己做师傅了 先不吃 修什么 修什么 那什么 蓝领 蓝领 是 就会更高一点 然后就很大好 待遇好 就是在银行里面啊 高水平15,000吧 15,000 15,000 就是相当于免费的 7,000块钱左右了 如果再上一点就是很高层了 人口呢 就30万左右 但是还有很多非法移民过来 所以也会强调 很多当地人的生存的机会 年轻人全部往外面跑 就是为了找寻一些生活的空间了 还有自己有土地了 自己有土地 华人会有钱很多吗 大多数土地都是华人的 这里大多数土地是华人的 哇 店铺跟土地大多数是华人的 这么厉害啊 我以为是马来人 毕竟他人口多嘛 他也会比较厉害 华人比较大 华人的势力在这里也好强啊 店铺店铺 店铺 华人 占80% 哇 这么厉害 老板都是神龙见手 不见美 低调低调低调的 哈哈哈 有可能我们过去喝茶了什么的 穿个拖鞋 穿个烂衣服 对对对对 那种就是大老板的 哎呀呀呀呀呀 这个行事风格就跟广东是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 是是是是是没想到 那像他们最低的薪资啊 那些人他有前存吗 最低你是讲那种非法的吗 对啊 有啊他可以养一家人啊 哇 八百块的逼宫钱来讲 他们也可以养四个孩子啊 哇 这么这么耐荒啊 对啊 他们的吃那方面就是 菜跟小鱼跟米饭 他们的重点 是还有搞点那什么牧鼠啊 豆腐的人比较少 是 我是没想到啊 他这边的钱这么耐荒 还能养这么多小孩 啊 因为他们可以买的鱼啊 OK我们买的小鱼啊 就是吃的好跟差的区别啊 啊 一斤才马币五六块钱 是 是是是 还有还有更便宜的 还有更便宜的啊 我看过最便宜是三块钱一马币啊 三块钱马币一公斤啊 对啊 而且也是新鲜 哈哈哈 很多是吃那种啊 比较为主了 对啊 当地老百姓的生活 其实省省了 就算是八百一千还是可以省钱下来 可以 买车啊之类的都可以的 买车就比较困难一点了 是 买车就上中等了了 千五两千了 是 那种就 那种就不非法了 那种就是有身份了 是 就可以工作个一年的时间买一辆压手 对 哈哈哈哈 而且我们这边的车如果是讲你买普通的 也不高价吧 本地的 就是讲你不要买 最普通的啦 就三四万马币你就买得到了吗 新车 是新车 对三四万马币啦 来这边就深深的体会到了什么叫做 没有一辆车寸步难行 像中国的西部啊 美国的西部啊 都是讲究一个牛仔文化 其实在马来西亚这个神奇的土地上呢 东部才是有那种牛仔文化的地方 就有点那种西部风格 我们现在去郊外的地方感受一下党体的生活 马来西亚这边的FM呢 就是收音机啊 他们放的内容啊 很温柔很可爱的 动不动就跟你聊人生啊 聊感情啊 这种东西的 怪不得这么久了 还是有这么多人在用 我们那边已经淘汰了 天气好棒啊 我现在在机场旁边 等一下去看一下 当地的工薪阶层买的房子是什么样的 跟内地的情况不同 这边 飞机场旁边往往会相对来说便宜一点 特别是那种盖的高高的那种楼层 就是更便宜 像这种房子呢 是面向普通的老百姓的 所以它价格不会太高 大哥去拿钥匙去了 等下我们直接上去看看就好 这边是有门卫看守啊 一般也是不忘记 要跟他们打招呼 拿了钥匙之后呢 会有人带着去去看房间 他有多少个尺寸啊 两个 八九八跟八五零 等下我两个都给你们看 啊 这个大的 这个大的 这个是小的 这个是八九八 八九八五零三三一点大了 他相当于多少平方米啊 哎呀平方米 我又不大会 我又不大会这样算呢 哦是按公尺算的哦 啊是我们是用 一个房间 三个房间 两个房间 三个 也蛮大的 这个 里面还有个独立的卫生间 哇 光是这里偶尔用来晒晒衣服啊 都很棒的 有时候跑回来累了之后 啊不想弄得随便医生都ok 是 这是公共卫生间 啊 这个 这个有个房间比较小 是 五零的三个房间都差不多干 啊不一样 啊 那是这个是窗口比较多 啊这个可以比较大 啊 这个比较大一点 这个要大一点的 嗯 是大一点的 旁边那个要小一点 啊那个比较小一点 哦这个就是阳台区域了 所以那种你不要担心的了 我们的水池呢是 他全自己少来 哦 我们有水池 那个楼梯啊 哦很大的楼上那种 啊我们有自己的水池 哦 那就很好 要最底层啊 还是第二层 其实第二层是 呃最好 但是他也是比较贵一点点啊 嗯 这样 第三地市 第三地市便宜咯 哦像外国人来这边买的话 方便吗 喂假如是不是马来西亚人 你要买一百万以上的 他不给你们 呃 只能好像这种 这样便宜的是 你们是不能够开啊 哦 只能买一百万以上的 哦 买五千 买一百万 他产权上面有问题吗 就是我们如果用的话 是跟当地人一样的产权吗 呃 一样样的 一样样的 一样一样 哦都是一样 就是租到多久都可以租到他废掉 那当然 总是你们买下的都是租到废掉 哦 是是是 那这点就很好 看一下旁边的八五零 这个就八五零的是 就三个房 这就八五零跟八八零的啊 八九八 相差四十八房租到了 哦 哦 嗯 这个也蛮大的 这个也蛮大的 都是二十多半而已 你假如你上面都不到二十半 不是一九九九 一九九二十号 啊 上面啊 上面啊一九多 哦上面要便宜一点啊 啊对 算两百千啊 我们上面啊 啊啊啊啊 一九九多了 是啊 他这个等于说就没有 但是主人啊 哦也有也有 主卧 都是两个卫生间啊 都是两个卫生间啊 哎 乌兰旧 你们在这里做生意吗 是 你们没有马来西亚的那个什么吗 他有 我是本地人 我是中国人 你本地人就OK了吧 是是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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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这套房的话 马币是多少钱呢 如果是楼层高一点 大概三层那种 你要你要第三层啊 有 我们就说最低层这个要拿两百 第二吧 应该是这样 贵多少 没有这个是要二十三个二十四万 最层比较贵的 这层比较贵的 啊啊 然后你第三层这可能二十一二万 就可以拿到 哦 啊 最低层最贵 然后贵一点 啊 啊没有也不是最贵啦 也就是小副型的九十平方 大副型的一百平方左右 价格在三十万到三十六万左右啊 就这个价格我觉得还是OK的 比较划算 他们没有IC的嘛 就是passport嘛 啊 啊 所以 等等啊 我帮你问一下 你是可以这样子弄吗 可以啊 啊 哦等于说 我要来这边买房 我的名字是需要挂在当地人的身份证上面 就这步就是用我的名字 用我的当地人来牌 然后用我当地的人在 收钱 在历史面前收钱 这个房产是你的 是你的这样子 哦 等于说产权上面就没有争议 就比较没有争议 毕竟有律师在那里证明 对对对对 哦 就跟大姐说的一样啊 在朵湖是一个很小的地方 就算 就是这么一点钱 大概二十万当地的马币嘛 人家没有必要为了这点钱去 冒这么大的风险 很小的一个社交圈子来的 如果做了这种事情 整个朵湖的人都会知道 就不用在这个社会里面混了 就是国外的人来买这种墨子 是是是 也可以做一个律师 找也可以找律师做一个见证了 反正提前利好合同啊 这些再再来买房子 就比较靠谱一点 30万可以永久住 反正最少管理三大人 住到住到房子烂了或者人死了 或者没有人住了 那这个房产了就重新收回去 社区配套也还蛮好啊 搞卫生的车位啊 还有保安服务啊 这些都是有的 不违背板的 没关系 这也可以 这种就是高级独立市 三层楼 三层楼 一百万的 一百万马币 一百五十万人民币啦 然后中国人呢 就可以正大光明在这边上牌啊 其实这个不需要了 不想在这里住了 也可以把它当做二手的房子给卖掉 就不存在那么多的纠纷啦 问题啦 要知道它的产权可是99年 而且可以无限续住 最高的话是999年 那个时候人都不知道在哪里了 能住上这些房子 也算是当地的顶级有钱人的 这个不是开玩笑的 好了先这样的 喜欢我们的视频请观众哦 拜拜